全异问答 你的命是土命 还是木命 还是水命 对不对啊 那么到底是谁克谁呢 他就讲了 那么一般的来讲呢 水火金末土 阴阳五行 对不对 那么水呢 就是代表 这个整体的 你的运程 人家说你的流年运气 流动啊 叫水啊 对不对啊 所以火呢 岩上 金呢代表收敛 木门代表生长 那个土呢 就代表综合 实际上这个 这个阴阳五行啊 跟你们这么讲的话 你也听不懂 我只能解释 跟你们说 阴阳五行的 最根本的相生和相克的问题 就是木生活 你这个人如果属木的 对不对啊 你跟火的人在一起 两个人就合在一起 特别好 做生意 火生土 你这个人是火命 你跟属土命的人在一起 你就命特别好 听得懂吗 土生金 如果这个人是土命 他跟金 比方说这个人土命 命运一直不大好 那你就经常戴着金首饰啊 戴着金的黄金东西啊 因为土生金的嘛 那么接下来 你的运程就改变了呀 那么金生水 水生木 就这样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之前有同事 就是他们也会 就是好像懂这方面 说有一个人 他是什么大水命 就是别人是 就是好像搞不掉他 就是不能伤害到他的那种 是有这种说法吗 就比如说 他的水很多 会啊 会的 淹死人的呀 会淹死人的呀 还有就是 一个是水命的人 那金 凡是命硬的人 就是大水 大木 大土 大金 大水 哦 这就是比较硬的 五行相克 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啊 有 有 就 顺时针和顺时针 都能 所以刚 刚胜柔呀 对不对呀 嗯 对不对呀 就是有的时候 你阴阳五行 你比方说 你这个人 很牛皮糖的 对不对呀 你这个人 那你说水 水很厉害咯 有 有磕水的吗 金 生水 嗯 听得懂吗 金 金就可以克他 哦 好了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得一开始